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12月18號世界盃剛結束 由中國隊拿下了世界冠軍 對你沒聽錯啊 在另外一個平行世界中 是中國隊拿了全世界的冠軍 雖然在我們的世界裡面 中國隊連進去的資格都沒有 他們從這個 啊...氏族是中國製造啊 旁邊的照片都是 Make it in China 然後建築有很多都是中國製造 所以中國是世界盃的最大贏家 沒有錯 連這次冠軍隊從阿根廷都可以變成中國隊啊 帶大家來看一下這幾篇中國網友的 倒笑貼文 然後這個貼文啊 在這個中國網路上也引起了 渲染大波 在外網上在推特上 也被很多人拿出來嘲笑一番 來這個叫做Young Boy的 他說 據說梅西原名梅建川 四川南疆人 自幼隨父母移居阿根廷 酷愛足球 11歲被診斷 患有福爾蒙分泌不足 幾乎宣告與職業球員無緣 00年的9月 13歲 梅西加盟巴塞 巴塞承擔了巨額醫療費用 賦予清訓機會 04年10月16日 17歲的梅西完成了巴塞首秀 自此開啟求王之路 2年12月18日 梅西登頂風神祝賀梅西 我們看下面的網友說什麼 快說你父母怎麼生出你這個奇才了 快說你是泡菜國棒子到四川旅遊的 據說你都火到國外了笑死 已經被推特上的人都轉船了 非常的搞笑哦 據說你媽沒生過女夢醒了 到底是梅建川還是梅建國 兄弟你們的版本不統一啊 為什麼 因為有一個叫做一樣自由的中國網友 他是毀了 梅西原民 梅國華 河南鄭州人 自幼隨父母 再次帶隊捧起大力神碑 是我們中國人的驕傲 於是啊 中國又贏了 這明顯就是反串給儘快師弟弟老子對吧 應該是這幾位中國網友在諷刺 中國政府什麼都要正能量啊 什麼都要去插個邊 沾上邊 所以啊 才會有今天這種搞笑的事情 OK 那暖心的事說完之後啊 來講一下悲傷的事情吧 中國醫療量能不足 在還沒有準備好的情況下就開放 導致藥物也不足 少貨甚至都少到了歐美紐澳等地 也造成了當地都大缺貨 而現在也傳出 連台灣的普拿藤都吃緊了 那按照王必勝的說法 台灣的庫存量剩下5400萬顆 每個月平均會用到2000萬顆 換算起來的話 我們普拿藤的量能 剩2.7個月的使用量 那王必勝也呼籲啊 請勿寄送大量的藥物給海外 那他這個海外啊 大家想你知道是中國嗎 現在中國是最慘的 因為我們同個時間拉出來比的話 中國現在才在我們今年開放那個時間 在美國去年開放那個時間 我們都已經一波一波都好幾波了 其實對於現在我們大家的免疫力 而且都打過很多這個國外的疫苗了 也確診的也都該確診過了 我覺得我們不至於會到這次量能那麼不足 所以這個時間點很詭異啊 歐美澳部分地區的藥物也被掃光 現在台灣也傳出即將不足的消息啊 當然這個季節是有利於新變種的傳播 但是去年美國有沒有經歷11、12月 都有 我們台灣去年也有經歷過11、12月 所以用藥量可能也會變大 對沒錯 但不至於被掃光的那麼快吧 究竟是不是有人大量購買寄回中國 或是高價在賣給中國人民 或者是黑市的方式 如果是適量寄回給中國的家人 我覺得很正常無可厚非好 但如果是高價轉賣給中國人民 那他媽就該死了 這樣就不對了嘛 而最奇葩的是什麼 12月19號中國政府啊 自從宣布放寬之後 這是他第一次宣布往生人數 自從12月初到現在 你猜中國宣布多少 2萬、2千、2百還是20 通通不對 是只有兩人 全中國14億人口 他12月19號宣布 就只有北京有兩人 是因為新變種往生的人數是2啦 啊貴國如此厲害 人民感覺都是神功護體刀槍不入 那你們需要怕成這樣嗎 你們之前商品還需要特色管理嗎 那你們現在開放共存的 你們在怕什麼 還去搶藥 吃蓮花清溫就飽啦 有沒有想過一點 中國的其他成藥的製造商 都比蓮花清溫製造的還多 那為什麼蓮花清溫總是買得到 但其他你們想買的藥物啊 通通都買不到 請問這是什麼情況呢 全世界都有一個平均的素質 基本上大家都在誤差範圍內沒錯吧 就你中國最特別嘛 2020年剛開始的時候也是 數字都非常的詭異 現在也都快2023年了 也是數字異常的詭異 你們各大醫院太平間火葬場都排滿了 你跟我說兩人 你是不是搞笑啊 那那些人都是去太平間跟火葬場觀光是不是 就完全違背了這個科學跟數據嘛 我想應該就有神仙啦 或者是外星人啦 起碼是不同於人類的DNA才會有不同於歐美日韓台灣等國家的數據吧 因為你們數據很反常啊 我們接著講到 中國各地最近發出了2023年的兵役通知 年滿18歲的男性公民啊 無論參軍與否都必須登記 會登記的將被歸類於這個逃兵啊 然後將未來啊 會影響你的升遷以及就業 重一點你可能會被抓去關啦 我看有些台灣人在開始緊張了 緊張是好事 讓你緊張一下 你才知道 要重視中國 哪一天瘋了會打過來這件事情 我們都知道打不打得過是一回事啦 一個瘋子 他不管打不打得過 他都會去傷害到你 這又是一回事情 所以大家還是要去了解一下這個狀況 大家還是要去關心一下這個狀況 不是說看準他就是打不過 所以我天天在嘲笑他 嘲笑是一回事 但他是瘋子 你要知道嘛 他打不打得過是一回事 他有一天還是會打過來 請大家做好準備 但是這又是跟這個政兵是不同的話題 我們還是要了解一下 中國雖然現在是這個募兵制為主 如果每年志願意入伍的人數 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 才會用登記的那些不想當兵的人啊 抓他們去當兵 並不是因為最近想要打台灣了 才有這種動作 台灣是肯定要打的嘛 從1949年開始肯定就是要解放台灣的嘛 從美國總統愛生豪來台灣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砲打金門外海 到2022年美國議長裴洛西來台 一樣砲打日本經濟海域外海 是一樣的嘛 遲早要打 但這是兩回事 詭異的地方就是 很多網友在登記兵役底下留言 打罵這個政府 帶大家來看一下這篇貼文 家有一兒 聽從祖國召喚 請嚴查張珊珊 嚴查孩子失蹤案 嚴查張珊珊 熱度不會消失 網友需要真相 嚴查張珊珊 一切聽從祖國的召喚 我的兒子八歲 我愛我的祖國 請祖國查張珊珊 我是死了 還屬於青年嗎? 登記嗎? 需要我做什麼徵招? 請查張珊珊 我的兒子還不知道在哪 我聽從祖國的安排 請嚴查張珊珊 我可以去復始 但我不能為了張珊珊和張盒子 嚴查張珊珊 相信人民 相信國家 我女兒現在六歲 等到成年 必聽從祖國召喚 請嚴查張珊珊 我熱愛我的祖國 我願意奉獻一切 請嚴查張珊珊 等我兒子長大了 一切聽從祖國 請嚴查張珊珊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他們自己 被中共這個中央政策給迫害了 中共這個政策帶來的這個利益結構鏈 養了那麼多貪官 而且是這個體制養了貪官 他們是希望中共自己再去查這些貪官 你只要查了 我就聽從祖國的安排 我未來就去參金去打台灣 有些台灣人啊 不要到人情味一個過頭 不要說我們台灣人很人情味 我們台灣人很友善啊 所以對這種事情 啊 他們很可憐啊 怎樣啊 心軟了 欸看到了齁 人家是聽從祖國的 人家雖然被破壞 還是愛黨愛國的 希望有黨中央來嚴查這個當地的 這個成歌儲先派個包青天來 還是一樣的 未來還是得武統台灣的 經歷過三年的這個特色館 還是大部分的中國人是想武統台灣的 不然的話 中共這個政府早就垮台了 我們以為在網路上 或者是我支持 支持我的那些中國朋友 頭腦清醒的 反共的 你以為他們是多數嗎 他們是絕對少數啊 中國14億人口幾億人會翻牆 一億都不到 這一億裡面還包含了中共的網警 還有那些小粉紅五毛 大V博主 剩下的 才是正常的中國人 你說這個比例多少 一億裡面還要再分幾分之幾 那他們裡面提到的張珊珊是誰呢 我前幾個禮拜有做過一支影片 這個叫做張珊珊的人 他在特色管理期間 開了非常多核酸公司 還有什麼醫療公司 什麼農產品公司 農產品公司是什麼 賣高價菜的嘛 所以張珊珊這個人 他在哪個地區成立新的公司 那個地區在每幾個月之後 通常是一個月之內 就會發生大規模的特色管理 那我就想問啊 這個張珊珊是何人 他後面有誰可以撐搖 他可以撼動到 當地的整個政策跟結構 可以讓他帶來那麼大的利益戀 習近平都說了 親自部署 親自指揮 他造成下面的大災難 你們卻通通都甩給 富士康啊 郭台銘啊 當地的政府啊 核酸公司啊 你忘了 這都是習近平一個人的問題耶 你們是一個人獨攬大權 你們是沒有上面的人 下面完全是平白 在中國體制內的人 你們記憶都很明白 如果沒有領導新的話 你們就是死守領導舊的話 領導如果今天睡覺 今天發生什麼突然的事情 有別的更急迫的事情 需要你處理 而領導不在 你做不出那個妥協度 你做不出那個彈性 你也不被允許有這個彈性 事情過了三年 不管是特色管理階段 或是現在的共存階段 都是在割韭菜 而大家都還是在 民與民之間的鬥 中共政府依然高枕無憂 毛澤東的大饑荒 人民公社 一直到文革 這中間 害死過多少人 每一次的政治事件 都有人幫他背鍋 這個就是 一直以來的通病 一直以來 都不會怪罪於上面 通通都是下面 這樣共產黨 就可以千秋萬事 這也是共產黨的育民之術 好那今天的影片到這邊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角 下次見啦 掰